親愛的聽眾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做好主題 在還沒有分享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到一個 一齣電影它的名字叫做十二葉 它是在拍狗狗的故事 那在日本也有一隻狗很有名 如果大家有聽過中拳小八 就知道我在說哪一隻小狗 這隻小狗呢它叫做中拳小八 就是這一隻 那它在小時候剛出生不久之後 它就賣給一個東京的一個教授 它就跟著它生活 那這隻小狗呢在第一年的時候 它都會跟它的主人就是那個教授一起 可能跟它一起去搭車有時候到半路 它就回家 可是呢在下午的時候 它都會到車站去接那個教授回家 那有一天小狗一樣準時五點就到車站了 可是呢它並不知道原來在那一天早上 那一個教授已經在學校 因為身體不舒服的關係已經暴斃了 這隻小狗就在那邊等等等等等 等不到了 真的火車沒有了它就回家 隔天下午五點它用心臭臭的又趕快去等 等得到嗎 等不到 可是它還是又會等 到第三天下午五點它還是趕快再去等 等得到嗎 等不到 它從一歲一歲多開始等等等等等 你們知道它這樣等了幾年嗎 等了九年 它每天都固定會去車站 它每天都固定會去車站 一直到週刊把它的故事揭露出來的時候 哇 大家都去看這一隻很忠心的小狗 很忠心的小狗 那它之後大概在它九歲多的時候呢 它就過世了 它就過世了 可是在它的生命裡面 它每一天都這樣等 它每天都這樣等 在日本呢 就有人把它做成童像 或紀念它這麼的忠心 這麼的忠心 這是一隻小狗等待主人回家的故事 這是一隻小狗等待主人回家的故事 在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 我切不過去耶 你知道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呢 我們所讀的 《諾家福音》十二章 三四五到三十七節這樣說 你們腰裡要樹上帶 燈也要點著 自己好像胡人等候主人 從婚宴的宴席上回來 他來扣門 就立刻給他開門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有像一個婆人一樣 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嗎 今天是代仗節的第二週 第二週是什麼 就是準備跟信心 上禮拜我們有說 在我們的第一週裡面 我們要做好期待跟盼望 那在我們的第二週裡面 我們有準備跟信心嗎 你要預備好嗎 因為今天的經文怎麼說 耶穌基督什麼時候再來 我們並不知道 耶穌基督什麼時候再來 我們不知道 有一個人呢 跟牧師說 我信主很久了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的生命裡面還是沒有快樂 我信主很久了 可是在我的生命裡面還是沒有快樂 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你有這樣的感覺 有一個年輕的小朋友 他很愛跟人家唱反調 他每次呢 人家說這樣 他就故意給他做那樣 那有一天呢 他就抓了一隻小瓢蟲 他就在他手上抓了一隻小瓢蟲 當他抓了這隻小瓢蟲的時候 他就來到一個老爺爺面前 他就跟老爺爺說 老爺爺 你知道我後面放什麼嗎 我告訴你喔 我放了一隻小瓢蟲 老爺爺會說 哇 那真是太棒了 那你猜 小孩子就問老爺爺什麼 那你猜 他是活的還是死的 這些老爺爺要怎麼回答 他知道不管他回答什麼 小孩子都會跟他唱反調 他如果回答說 啊他是活的 你猜他會怎麼做 他會把他捏死 然後我們說 你看那明明就是死的 那如果他說他是死的 他會說 你看他明明就還可以動還可以背 這老爺爺怎麼回答 他是活的 他是死的 老爺爺跟他說 我告訴你 這隻小瓢蟲的死活 在乎你自己 這隻小瓢蟲呢 到最後怎麼樣 就被放走了 可是呢 在這一個小孩子的心裡面 他怎麼樣 他知道原來他的死 不是在他的生命當中 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面也是這樣 今天你快樂嗎 今天你不快樂嗎 你能不能改變 你能不能得著新的生命 這個決定也在你的手上 也在你的手上 你總不可能拿著你的生命 來到上帝面前問他說 上帝啊你覺得怎麼樣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這個決定的在你的手上 今天這個決定在你的手上 所以對我們的生命也是如此 我們要把握 我們要把握 當我們覺得我們不行的時候 靠著主 我們就凡事都可以 我們就凡事都可以 今天耶穌教導我們 要為他們再來做好準備 要為他們再來做好準備 這是日本311的照片 我們知道他們在311的時候 經歷了一場海嘯很嚴重 那在那裡面有好多人都覺得 他來不及 他來不及 所以他們在311之後呢 他們就有這種東西 就是一個背包裡面放水啊 放就是放一些藥啊 跟一些就是照明的東西 還有眼鏡等等之類的 他們都把它準備在一個包包裡面 只要他們遇到地震 他們遇到他們覺得很危險的東西 他們就拿著趕快跑 拿著趕快跑 所以在他們311之後 他們都做好一個準備 因為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算你真的想去買 有時候你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 有時候你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 所以在許多的事情上面 其實當你做好準備的時候 你就什麼都不怕了 你就什麼都不怕了 一旦發生緊急事情 你可以隨時做應變 在今天 耶穌基督也提醒我們4件事情 他說 你們要警醒 跟你們要束腰 你們要點燈 你們要記得 主人回來了要給他開門 還有呢 你們要防賊 你們要防賊 耶穌透過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我們要衷心 我們要衷心 我們要隨時保持警醒 因為他什麼時候再來 我們並不知道 他什麼時候再來 我們並不知道 再來 他提到了束腰的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束腰 為什麼要束腰 在今天呢 我們看見耶穌當他跪下腰當門徒洗腳的時候 如果你們認真看喔 他的腰這邊綁著一個什麼 綁著一個腰帶 這個腰帶代表 你要服飾 你要服飾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今天這一段經文裡面 他講的是一個主人去吃什麼 去吃宴席的故事 在以前的猶太人 他們吃宴席可以吃幾天 他們的婚宴很划算 如果呢 你要去參加他們的結婚典禮 他們可以從第七天 第一天吃到第七天 他們可以吃七天 所以他們的婚宴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以前有電話嗎 沒有 以前只能靠什麼 主人什麼時候回來 他就會給你敲敲門 你叫他趕快去開門 所以呢 他在這邊提醒所有的仆人 你們要警醒 你們要警醒 再來 你們要腰底束上帶 是因為警醒跟服飾 是連結在一起的 連結在一起 這個束上腰帶呢 他還有另外一個含義 另外一個含義就是 你們的態度 是隨時準備好 你們的態度 是隨時準備好的 所以今天 如果耶穌基督明年就來了 你覺得你準備好了嗎 你覺得你準備好了嗎 所以在經文裡面提醒我們 要隨時警醒做好準備 隨時警醒做好準備 在義大利的一個村莊 有一個基督徒在他的 在他的旅遊的日記裡面寫說 在這個村莊裡面呢 這個主人很有錢 這個主人 這個村莊的主人很有錢 那有一次呢 到義大利旅遊的時候 他就看到了這個城堡 那他覺得很漂亮 他就在外面徘徊 那遇到這個城堡的管理的園丁 那他就跟他說 我可以進去參觀嗎 他就說可以啊 可以進去參觀 當然房間裡面不能進去 可是他們就是可以去看那個 他周遭的環境 他管理的非常的好 他管理的非常的好 那這個遊客呢 就問那個園丁說 欸你們的主人住在這裡嗎 那個園丁就跟他說 沒有 我們的主人已經十二年沒有回來 十二年沒有回來這邊了 那這個遊客就問他說 那你在這裡面管理的時候 主人會寫信給你嗎 他說也不會 那他要怎麼管理 他說他有一個產業代理人 他有一個產業代理人 可以就是幫他提醒他什麼一些事情 但是他都不會告訴他主人什麼時候回來 那這個遊客就問他說 哇可是你都把家裡準備得好好喔 好像你的主人明天就會回來一樣 這個園丁告訴他一句話 他說先生你不要說明天 說不定我的主人今天就回來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當你看聖經的時候你會發現 有許多經文都提醒我們 要警醒的等候耶穌基督 要警醒的等候耶穌基督 因為當我們警醒的時候 我們便是有不便是有不 再來經文的後半段他說 燈也要點著 燈也要點著 親愛的弟兄姊妹 為什麼燈也要點著 因為在這個世代裡面 真的是越來越多事情 讓我們要做更多的見證 要做更多的見證 你們的燈都要點著是 你們也要照亮別人 你們也要照亮別人 我相信如果我們認真看新聞 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已經經過了好多次的世界末日 我們已經經過了好多次的世界末日 在2011年的時候呢 5月21號有一個牧師說 哇 5月21號就要世界末日了 所以我們要全部的人都警醒 我們要一起預備等候這個世界末日 好多人都變賣家產 然後呢 去花很多的當章 很多的廣告說 你們要警醒 要世界末日 我曾經也在我的車子上面拿到一張單子 是我在讀神學院的時候 有人說台南要發生大災變 所以呢 請大家每一個人都警醒等候 哇 其實收到那張單子的時候 你心裡真的會覺得真的嗎 可是我們知道在這個世代裡面 有許多的人 他們會用許多的教義來影響我們 很多人的教義 很多人的想法 並不是符合真理的 所以我們要去看什麼是符合真理的 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應該也看過這一齣電影 他在描寫2012年的馬雅預言世界末日 所以我們知道在這個世代裡面 有太多的假先知 他們起來告訴我們 你們要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這裡面聖經提醒我們什麼 我們要警醒 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燈點著去照亮別人 讓別人不要誤入歧途 讓別人不要誤入歧途 今天 你預備好把你的燈點著去照亮別人 你預備好把你的燈點著去照亮別人 除了殷勤的不是以外 你要把你的燈點著 你要把你的燈點著 你知道你的影響力有多大嗎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 太低估我們的影響力 我們每一個人的影響力都是非常的大 大到你無法想像 今天你的一句話就可以傷害人 今天你的一句話就可以稱為別人的幫助 今天你的一個動作就可以讓你的爸爸媽媽很開心 今天你的一個小小的貼心普世 就可以讓一個人甚至得著生命 當你有看見一個老太太 她要過馬路的時候沒有人扶她 當你這樣稍微扶著她的時候 親愛的弟兄姊妹 有時候你就幫助她重新得著那個生命 所以今天你的影響力有多大 你的影響力是非常的大 有一個年輕人她在受刑的時候 她最後要死刑 那她跟她的媽媽有一個很 就是最後的接觸 在最後的接觸的時間我們知道 這個時間可能是非常 就是覺得很很剛的時間 很捨不得的時間 那在這個時間裡面 最後年輕人跟她的媽媽說 媽媽你靠過來一點 媽媽你靠過來一點 你猜如果你是這個媽媽 你猜她會是要跟她媽媽說什麼 應該是要跟她媽媽說 謝謝你照顧我這幾年 謝謝你帶領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當她靠近這個媽媽 當她的媽媽靠近她的時候 這個年輕人做了一件事情 她把她媽媽咬一口 她把她媽媽咬一口為了什麼 她隨後跟她的媽媽說 媽媽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如果在我小時候犯錯 在我每一次犯錯的時候 你都叮嚀我 我今天就不會在這裡 她告訴她的媽媽 如果當她在做錯事情的時候 她媽媽都引導她要怎麼做 她媽媽都教導她要怎麼做的時候 她今天就不會在這裡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低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低 主耶穌要我們成為世上的光 是要叫我們父親 帶領別人 而且可以告訴別人怎麼做 如果你常開車 你就可以看到這幾個圖樣 她會告訴你啊前面在施工喔 所以呢你可能要換路 她會告訴你啊前面不通喔 所以你可能要往右邊走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一樣可以告訴別人 給她好的建議是 你可以往哪裡走 你可以往哪裡走 所以主耶穌在這邊說 你們的燈也要亮著 是提醒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力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力 在登上保訓的時候呢 她也有說到 你們是世上的光 照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能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窗台上 然後呢就照亮一家的人 我們常常都會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影響力 所以就啊算了都不講 啊算了啦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力 我相信我們一定都有玩過這個遊戲 當你把手電筒打開的時候 你把它蓋起來 照的地方蓋起來 它亮的地方是哪裡 就側面一圈而已 當你把手電筒這樣倒放著 它亮的地方就是側面一圈 可是當你把手電筒拿起來的時候 它可以幹嘛 它甚至可以照亮整個屋子 所以我想耶穌在這邊提醒我們 我們要把燈拿上來是 告訴我們你們的光 就這樣照射出去的時候 別人就知道怎麼走 別人就知道怎麼走 再來 當我們跟主的關係 越來越密切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光 是越照越亮 越照越亮 其實在這個燈台呢 我們知道它靠的是什麼 我相信我們小時候 如果有上過酒精燈 你應該就知道它下面會有酒精 對不對 但是如果今天你沒有靠著這個酒精 你只能燃燒什麼 那一條棉花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預備油的時候 當我們跟主的生命 越來越親密的時候 就如同那個酒精燈裡面 有酒精 你再怎麼燒 它也是慢慢燒 但是如果你沒有跟主的關係 越來越親密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當你在燒酒精燈的時候 你就是在燒那一條棉花 你就只是在燃燒自己 燒燒燒燒燒燒 你會發現這個火 一下子就滅了 一下子就滅了 所以我們如何用這個光亮 來照亮別人 提醒我們 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要跟主連結 就是要跟主連結 今天經文在約翰福音這樣說 生命在它裡頭 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當我們跟主再一次 有更深的連結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光是不一樣的 你的光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個代將節的期間 第二個代將節提醒我們 做好主輩 提醒我們做好主輩 主輩迎接耶穌基督的誕生 主輩迎接耶穌基督的載 今天耶穌在講這段比喻的時候 祂是對誰說的 祂是對所有的人說 所有祂所愛 所有祂所拣選的人 祂都要告訴祂 你們要做好預備 你們要做好預備 我們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當你今天帶一群朋友 出去吃飯的時候 你身上沒有帶現金 只有帶信用卡 要結帳的時候 店家跟你說什麼 抱歉 我們不收信用卡 哇 好糗 再來你怕什麼 你要考試的時候 就剩下三頁而已 可是 眾生已經響了 但是我剩下三頁 我沒有看完 你的人生還怕什麼 我們要上飛機了 已經到那邊了 已經要check in了 可是呢 我的部長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我們要隨時做好準備 因為今天最後一節的經文告訴我們 耶穌基督要來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要想 我們要怎麼預備我們的人生 我們要怎麼預備我們自己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有三個小魔鬼 他們在說 我們要怎麼樣來影響這個世界 其中第一隻小魔鬼呢 就說 我呢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告訴全世界的人 這世界上沒有上帝 那另外一隻小魔鬼怎麼吐槽他 他就說 哎呀不用啦 你這招根本就沒有效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有一個上帝 那第二隻小魔鬼他就說 嗯 那我呢 他去告訴大家 沒有地獄 所以呢 大家就不怕沉淪 第一隻小魔鬼就吐槽他 哎呀大家都知道有地獄 那第三隻小魔鬼他說什麼 他說 我要去告訴大家 不用急 我要去告訴大家不用急 你們有的是時間 你們可以慢慢來 哇 哇其中那兩隻小鬼人就都拍手 哇 好棒 你去 你一定可以得到千千萬萬的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認識 是我們知道我們的明天有彷徨 但是那也是我們的危機 因為我們會覺得 沒關係啊 我們還有明天 我們還有明天 所以今天 我們要時時刻刻預備自己 因為明天怎麼樣 我們並不知道 明天怎麼樣 我們並不知道 在這個代將節的期間 因為我們透過這幾個主日 我們可以好好的預備自己 好好的澄清自己 我們今天要來唱這首歌 耶穌來得到這地 在這首歌裡面呢 他在裡面寫說 我們合一屈膝敬拜 求你的寶座設立在這地 我們的國家 單單請慢 耶穌這是我的禱告 我的母求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首歌 是我覺得 我們除了在這個代將節的期間 好好預備自己 我們也要為了我們的教會 我們整個台灣 我們整個世界 我們要為我們所有的人 祷告 因為我們時常 把這個景星給忘記 我們時常真的覺得 我們還有明天 我們還有明天 但是 聖經裡面怎麼提醒我們 要時時刻刻 做好準備 樹上腰帶 服侍人 也照亮這個世界 服侍人也照亮這個世界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衝人也照亮這首歌 我們和我們一起去密集 服侍人也照亮這首歌 求你設立 保存在這首歌 我們和我們一起去密集 请拜祢耶稣 这是我祷告 我们可以 敬拜去行 我们可以 敬拜去行 祝祢舍利 宝座在祖地 我们国家 当他敬拜祢耶稣 这是我祷告 我敌不休 愿者会荣耀 等等会与祢 愿而被慈爱 平衡在这里 不分出去 我们国家属于祢 耶稣来得照着祢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命 好像很长 好像很长 昨天在但仪里的 解业室里面 夏中介牧师有提到一个部分 他说当我们年纪大了 当我们年长的时候 当我们结束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在你的录制令上面 你会写下什么东西 你会写下什么东西 夏中介牧师分享他的妈妈 在他的妈妈上面写说 他是一个静心的仆人 财德的布人 为主献上他的一生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有没有再次去回想 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束上腰带 你有没有发现在你的生命中 你有一个影响 你可以去影响你的邻居 你可以去影响你所带的小组 你可以去影响你学校的学生 但是你又没有这样做 你又没有这样做 因为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可以再一次去思考 你可以为你的家庭 你可以为你的人资唱 你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合一 我们一起为圣人不义传扬 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歌 我们可以敬拜举行 求你舍利 保就在这地 我们国家 能等敬拜领 耶稣 这是我祷告 我的故事 愿尊贵荣耀 但能对于你 愿安慰此爱 平和在这地 无分出去 我们国家 属于你 我们国家属于你 耶稣 来得照顾 愿尊贵荣耀 但能归于你 愿尊贵荣耀 但能归于你 愿尊贵荣耀 愿安慰此爱 平和在这地 无分出去 无分出去 我们国家属于你 耶稣 来得照顾尊贵荣耀 北京奉行祷告 好 好